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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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medium 所以或許 這是中導的一個美意吧 一直希望 我能夠在他的電影裡 好好表現這樣 其實很多人都叫 有人叫導演 因為他其實在導演很多物片 我覺得你應該用這個機會澄清一下 你本來是學戲劇的 其實很早就演過戲了對不對 對 我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拍了第一部電影 王明川導演的西部來的人 那時候做演員 我記得當我剛開始拍電影 拍果醬 拍《想死趁現在》的時候 大家還會說 欸你不是做演員嗎 怎麼現在做導演 那五個年後 在我演了二十年導演之後 我現在演回了其他的人物 這樣 那可以問我們 是不是跟鍾老合作什麼 比較特別的地方嗎 第一次跟鍾老合作是在 一路順風 那個時候我正好 自己寫了一個舞台劇 在劇場裡面演 然後他找我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已經 心理準備已經要重新回來 做一位演員 所以我自己回到劇場去 經常去讀劇去排練 就是希望除了想做演員以外 自己的身體 和工作習慣 也要漸漸去習慣做一個演員 是怎麼樣的節奏 然後很巧在那個時候 鍾老就找了我參加演出 我記得一開始 其他演員 都說 因為其他演員都說 或許陳寅文不適合吧 那但是當那些人到拍戲現場 真的看到我的時候 他們就說 中島太適合了 那個西湖飯就是找誰 對 那是第一次合作的機緣 那之後 呃很長的時間裡 中島可能監製電影的時候 他都會為我留下一個 我去呈現的人物 那當然每次我接觸他的時候 都跟他原來想的那個人物 多了很多他沒想到的趣味 包括大佛吳拉斯的這個 歐彌兜婚這種感覺 還有小美裡面 我覺得 欸如果這個在理髮廳的房東 他如果是一個香港來的人 會不會有另外的趣味 這樣子 就是總是 可能我們的互動裡 都很幸運的 會有這樣的一個 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一直合作 這樣子